台湾四面环海 进出口货物90%以上是利用海运完成 海洋运输与台湾经济成长密不可分 海洋国家政策的确立带起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 高科大特别成立海事人员训练处 从人才培育、专业征兆到接轨产业界人才需求 建立完整培训体系 海市职场实习场域建制计划 离岸风电产业海市工程精英训练基地 6米深潜池 水沸潜水装备组 基础潜水及职业潜水训练课程 水下汉阶开创台湾汉阶史上新的纪元 汉阶实习 汉阶实习工厂 水下汉阶课程模组 水下汉阶课程模组 卧行水管式蒸汽锅炉 强化学生传播操作能力 工业配线 工业配线接线盘 高压电操作课程 船舶机舱控制式 动力小艇课程 强化学生海洋休闲 及游艇操作能力 经济部预计 2025年完成至少700座离岸风机 风机总发电容量5.5兆瓦 将提供2万人就业机会 带动进2兆元投资总额 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从高度大